金融市议员同志委与当地里长邱三元一起到工地现场视察 这里是俗称校将咖的人士路19项 由于地势较高加上管线老旧 供水急不稳定 甚至曾发生过年没水可用的情况 在同志委积极争取下 载水公司进场施工 台湾沿路老旧管线 更更改供水方式 舍弃过去加压将水打上来的做法 让供水品质更稳定 过去两年曾经在这个庙口台湾管线 让庙口的供水稳定 那就差这一段是最后一里路 我们这段长期居民大概有60户左右 长期受到供水不稳定 因为我们水压要打上去 又老旧的管线破损 然后又沿着山壁不亦查修 所以我们这次透过争取 跟自来水公司还有金融市政府 还有蔡司英委员共同来努力 把人士路19项长供水问题 在这一次来顺利来改善完成 目前正在施工 已经完成差不多三分之一左右的工程 我们现在把这个供水的系统 改成南農路的蓄水石 然后一路从山上打下来 让这个水顺流 所以接下来都会管线换成 这个新的管线 然后管线加大加粗 同志委也透露在他的争取下 明年初自来水公司 将针对失求无理 进行管线泰换工程 希望逐步改善 人爱区的供水品质 在我们这几年的努力 失求无理 也是一个漏水率非常高的 一个环境跟空间 前阵子光华里的周遭 也发生这个供水不稳定 缺水了一个礼拜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这个大概明年初 我们就可以把失求无理的工程来进行 失求无理的管线一并泰换 整个失求无理和山区管线 我们接下来应该会让 民众有一个好的环境 那我们这个工程只带 这个我们路权的核定就可以发包 据了解人思路 19项治爱水管线泰换工程 已经进行了三分之一 如果一切顺利 预估年底就可以完工 让这一带约60户的住户不用再担心 无水可用 记者张旗藤 据我们报道